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2月3日傍晚压倒性通过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多位来自民主和共和党的议员在国会发言力挺这项法案 谴责新疆发生一个人道危机 不是人权这么简单是人道 并要求制裁在新疆踐踏人权的中共官员 这条法案被视为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 国会再次就中国人权问题出重招 这条法案以407票支持一票反对通过了 之前通过这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有一票反对就是这个人 这条人是常常反对的 他说自己是代表保守势力 保守势力 他说政府签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都未摊动 现在又来一条叫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首先真的要制裁这些中共在新疆的官员 这些集中营在里面 在新疆这集中营死了很多维吾尔人 即是维吾尔人 又或者叫做突厥人 死了很多 一定要制裁 这个不是人权这么简单 是人道 真是人道危机 看回了 这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都未摊动 为什么未摊动呢 就是说刚刚中共才想到怎么反制 他的反制是极之搞笑 他只是说不让那些美国战艦来香港 休整、补给、维修 又说制裁那些NGO公司 这件事真的得淡笑 现在美国告诉你 美国立刻收到 立刻收到中共说反制 美国就立刻有反应 立刻又通过这条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中共又是头疼痛 中共又是传召美国的大使 什么严正交涉 这样 接着又是怎么反制呢 他又说新疆是中共的一部分 老实说新疆的名字都说明新疆 是新的疆土 是清朝那时打回来的 自古以来肯定不是中共的领土 香港都不是中共的领土 是吧 很肯定的嘛 你看看这条 这个 现在美国是反制 除了这件事之后 再说贸易 再说经济 贸易谈判 贸易谈判 罗斯都说明了 美国传媒访问 罗斯都说明了 喂 你中共就不要签这个新一轮贸易协议咯 现在今天是5号 接下来说15号 就是10日 就会加这个新的关税 美国说明一定会加这个新的关税 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12月15号之前 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就是初步 就是这个初阶段的贸易协议 有些传媒都说 中共和美国很快又说会谈定这个 叫做第一轮的贸易协议 这个关税就避免了不加 中共死咬就说要取消所有关税 美国坐你都按钩啦 看牌面而已 哪个牌大一点而已 你敢不敢下注而已 你不敢下注就只有一把声咯 这些就是反制咯 其实说到明一样东西 美帝看到中共反制无力 美帝是示范给你看 什么叫做反制 即刻作出反应 所以看到什么叫实力呢 很显然意见就是美帝 实力红厚就可以反制咯 实力无的就被人制咯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